109级的号兄弟们 3118的伤害 1688的防御 1万血 还有826的速度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全梦幻最贵的号 109级第一物理 全号价值6000万 老王直呼这号是 整个梦幻的金头 我说啊 地府的上限 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叫做梦幻西游的上限 梦幻西游自古没有第一人 但是没有办法 他是传说中的萌大奶 也就是如果说梦幻西游 有一天让你免费鉴定军火的话 你想鉴定出一个这样的无级别 可能就需要花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别不相信 就是有一天鉴定军火 都没有成本的话 你也鉴定不出来 一个这样的无级别 全梦幻的最顶端的无级别 最高端的武器 已经不用在乎去 气血防御体质和敏捷了 也就是物理系 基本上除了魔力全都要了 因为他们的血防 也是要拉满的 这把武器18段的宝石 是974的伤害 双加21再加24 再加11 咱们不按魔足算 按鲜足算 加31.92 385 加上598 等于974 974加31.92 花果山用 也是106了 如果是按利地辅算 21加24 再加11 乘以0.77 再加43.12 这把武器来到了1017 很有贼 1017知道什么概念吗 那是150级武器 把15段宝石 非无级别 差不多的极限 1030差不多 到1040至150 非专用武器 算上双加以后的极限 这把武器 就是一个这样的武器 你很难想象 一个这样的武器 凭什么戴130的帽子 不出意外的话 是那个帽子 应该是19的帽子 永不磨损破碎 这帽子是梦幻史上 第一个上十九段的装备 项链怎么戴 项链怎么戴 项链有破碎了 项链带破血 项链带破血 破血灭在他手里 大特技又不太可能 十八段 十八段野兽之力 这种装备 没有确切的价格 看买家跟买家的心情 十八再乘以个六 减去个314 206 再减去十八 出零224 极限零零230 物理凶呢 出零来到224 也就是法王 一样有 前面三件装备 无懈可击 厉害 衣服19段 526的防御 兄弟们在160的衣服上 你们如果看到一个500防御 500防御那基本上都属于拉满了 19乘以12 228除以526 衣服不容炼 298防 容炼以后 311防 起耐双家 这衣服属性拿去 打伏战都说准备 这个号的血防也太厚了吧 这衣服526防 咱们按16钻宝石钻 如果是160的 减去一个526 相当于160里的334的防 而且还没有算容炼 相当于160的347除防 这个衣服我想到了一个 把它升级更强的衣服的方法 我们把石拥有19端月亮石的衣服摧毁 然后再找回 找回以后没打宝石 出防就是526 再打石 再打19端月亮石 防御就快800了 你们看到他的样子 是不是天真又可爱 就这几件装备 你可能每件装备都见过 但是他最难得的是 把所有你知道的装备 从很多知名玩家手里 再分解 再拆过来 这个是最难的 因为玩梦幻的 哪个老板没有点自己的绝活和脾气 对吧 我凭啥就卖你呢 这个腰带就是全服仅有三条的 140无级别分动 加上150 总共是三条 他拿到了其中一条 鞋子的话 如果不出一败的话 是一个无级别破血鞋 无级别破血鞋 全服有两个 一个是18段的 一个是 没打到18段 但是属性高的 18段的来了 18 19 18 19 18 18 我觉得不带顺耳 缺一个19 请腰带跟鞋子加一起 就价值1200万左右 好家伙 接着看灵士 灵士的话 就肯定是一个四伤害 伤害爆7 下排爆3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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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个耳戒指 我真的只能说是一般 别人用那是天花板 你用那是地板砖 这个戒指 直播间只能说 一般在现实里 得管你叫哥 可能甚至跟你说不上话 但是今天就在咱们直播间 这个四伤害戒指 他肯定是配不上这身装备 戒指还留有进步的空间 那耳势确实没有了 耳势的话 不仅比国标的 你不能按照国标的12算 因为你100级 带不了120级的国标 你要对比 星辉石 加的12 以及比120国标爆的伤害 比100级国标爆的伤害 比掉的是100 再加上个7 再加上3 相当于风和 比100级的爆拉22的 超级简易 双气血一防御 双气血一防御 这个没得说了 这个就是拉满了 这个就是拉满了 这两个灵石没得说 120的基础就比你高 再随随爆爆 随随便便爆一点 120的灵石国标 防御24 你防御来到30 直接爆了6点 然后再多一段行为石 还有吗 这个腰带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是黑宝石和光芒石混搭的 没有愤怒的 无级别精致可能是过度的 还有备用的灵石 超级简易 有一套法房的 这是一套四法房的 还有一套存伤害的耳势 我们在存伤害的耳势 伤害来到了3109 109级的号兄弟们 防御 我们一直以为3000是上线 没想到3109 这要不是视频 都以为是屁同 记录 就是用来打破的 109级出过 无数个知名的玩家 让我们记住的 当时王线 给梦幻弄到的是18段 现在已经开始 更上一层楼了 已经开始出19了 看看他的宝宝 善恶镜台神马 高明思家惠根 套装选择的是 高级神右套 BP壁垒神马 三叶十字红 这个以前见过 这个就是没法抄了 这个就没法抄了 套装是高级反镇 BP壁垒镜台 现在三个镜台 BP壁垒神马镜台 两只拉满的宝宝 死亡法防镜台 镜台神马 单法耐须弥 这哪是宝宝啊 分明是一辆辆豪车啊 就这么说吧 一个普通的109级满修号 这个老板站在擂台上 原地不动 就拿这只耐须弥 跟你打 你都难受 这只宝宝有点过分 死亡法防 镜台神马 不特殊化魂 全部换就两只 都在这个号上 死亡 镜台 法防 神马 宁光恋彩 力批镜台 壁垒神马 16技能 仅这一只宝宝 就价值150万以上 我以为我看到鬼匠 终于有一只 没有镜台的了 驱迷 肯定 不会再出现镜台了 所以说 他目前十只镜台 这只童斓层 肯定是只三特的 恶魔咆哮 出奇至圣 出奇不易 驱迷真言 我看完他的宝宝 我心疼别的宝宝 通过他的装备和宝宝 你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道理兄弟们 这只是这个游戏的上限 不是老板的上限 明白 二一 炸 镶嵌成功 十九段宝石 由于资源过于一场 没有受到成就系统的监测 没有成就 十九段宝石以后 1182 589带上武器 3118的伤害 1688的防御 一万血 还有826的速度 你单独拿出了一个伤害 有人有能追 防御能追 速度能追 四维都拿出的时候 你没法追 他武器和衣服的双加 一点伤害都不加 但是还有3118 为什么 他用帽子比你普通的无级别 多出的三段 武器 武器一般你也达不到这个级别 算了 不要去攀比 我们虽然没法自己用十九段宝石的装备 但是我们可以用任务得到的红马脑卖给他 帮助他成为十九段